GG BOOM Oh GG BOOM 童话你做英雄 Oh GG BOOM 让些心中流动 Oh GG BOOM 一切向我受众 让世界更美好 坚持就一定成功 嘿嘿嘿 不要小看大肚男 说到勇敢 说到机灵 他是一举方 喂喂喂 你在他面前逞强 所有作儿分子一旦见到他 善意跑 而他很简单 他最爱是冰激凌方方糖 倘若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有他住住下就不用败 Oh GG BOOM 童话你做英雄 Oh GG BOOM 让些心中流动 Oh GG BOOM 一切向我受众 让世界更美好 坚持就一定成功 第四十三集 传说黑暗之所 不会真的让我们通宵打扫卫生吧 我觉得自己马上要困死了 不管了 先睡会再说 吃饭 我就知道你们会偷懒 朱朱霞社长 我们一直在打扫卫生 一点也没偷懒呢 我已经让小呆呆把扫帚改造过了 啊 改造过了 没错 这两把扫帚已经具备了监督功能 只要你们一偷懒 扫帚就会自动地教训你们 可恶 原来是你在捣鬼 你们现在都有精神了吧 那就继续打扫飞升吧 我要到楼上看一下新闻了 等着瞧 我迟早会把今天的耻辱加倍还给你 各位观众 下面播报一条紧急新闻 玫瑰王子在半小时前逃离了王宫 以不知去向 如有市民发现了王子的行踪 请立即上报玫瑰国王 啊 玫瑰王子逃走了 王子殿下 童话世界已经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了 我的梦想之差一步就能实现 都是猪猪侠的错 我不会放过他的 这里的路怎么这么难走啊 啊 小心 可恶 这是什么东西 好像是一个上古的时鎮 你想无仇吗 是谁 王子殿下没有人啊 你没有听到有人在讲话吗 没有啊 玫瑰王子 只有你能听到我的声音 你究竟是什么人 王子殿下 我是伟大的魔龙王 从上古时代起 我就是童话世界的最强者 是当初无愧的怪兽之王 蛤 怪兽也配成王者嘛 你早已有了怪兽之心 却还蔑视怪兽 真是可笑 胡说 不要把我和怪兽相提并论 好吧 那么你想复仇吗 只要你帮我解开封印 我可以帮你打败猪猪小 你不是自称童话世界的最强者吗 怎么会被人封印住 那只是一场意外 是武灵王用卑鄙的手段封印了我 武灵王 难道和猪猪侠的武灵所有关 是的 武灵王转化成了能量 就在武灵所里 你解开我的封印 我帮你消灭猪猪侠和他的武灵所 我凭什么相信你 好吧 我会让你知道我的诚意 跟着我的指引 会让你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们走 王子殿下 我们去哪里 跟着他 王子殿下 王子殿下 跟着谁呀 哎呀 玫瑰王子肯定不会甘心的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继续做坏事 可是 我们这么乱找也不是办法呀 其实我知道玫瑰王子躲在什么地方 你怎么会知道的 大家不总是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 对呀 我也知道玫瑰王子藏到哪了 哈哈哈哈 哎 呀 报告国王陛下 我们找遍了全城也没有找到王子殿下的下落 去城外继续寻找 是 猪猪小 国王陛下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快带我们去你的房间吧 快后退 小猪猪 你发现什么了 玫瑰王子一定是躲在床底下 出来 快出来 出来 快出来 我也来帮忙 你们能把鞋子先脱下来吗 这家伙真能忍呢 国王的床好有弹性 好了小呆呆 别跳了 我们两面夹击 冲到床下把王子拽出来 好的 冲啊 小猪猪 小猪猪 招牢 招牢 看来玫瑰王子不在这里 王子殿下 您今晚很奇怪 似乎可以看到和听到一些东西 但我却看不到 也听不到 先不要问 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王子 那是什么 我们过去看看 走 好 这里曾经是上方炼金师的圣殿 埋葬着一个黑暗之锁和一本黑暗炼金术 我将它们作为礼物送给你 黑暗之锁和黑暗炼金术 除了尘土和石头 我没看见任何东西 这里好像已经荒废了上千年 那里有一个五盲星 是开启密室的开关 你按照水土木火金的数据 各扎一下元素标记 好 王子 你看 恭喜你开启了不老的密室 下面珍藏着童话世界最有威力的宝藏 现在是你们的了 我们进去吧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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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竟然有一个密室 哦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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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黑暗之所吗 我感觉到它 蕴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 嗯 这是什么书 原来上古的炼金术并不是传说 这上面记载了炼金师们的故事 我们与神兽的较量持续了很久很久 许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 在怪兽面前 人类是脆弱的 幸好我们发现了元素的秘密 我们的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组成的 只要学会控制元素就可以拥有超凡的威力 经过无数次的失败 我们终于打造出了两件神器 光明炼金师打造的神器 可以将五种元素储存起来 甚至可以将五元素的结晶五灵王封印在内部 所以我们称这种神器为五灵锁 黑暗炼金师打造的另一件神器 则会通过燃烧人体的生命来获得威力 因为这件神器过于邪恶 我们便称它为黑暗之锁 原来五灵锁是上古炼金书的产物 啊 既然黑暗之锁是五灵锁齐鸣的神器 那么我应该可以和猪猪侠抗衡了 王子殿下 书上说这个黑暗之锁会燃烧佩戴者的生命 绝对不能冒险 还是让我来使用马 不 我想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好 可恶 打扫了一个晚上 我的腰都直不起来了 哎呀 我超人强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 哎呀 你都怪以前总是故意刁难猪猪侠 现在该轮到我们受苦了吧 不仅要打扫研究社 还得上街上来打扫 这拜明这是要活活累死我们的 我已经不行了 现在躺在地上都能睡着 真是没用的家伙 啊 王子殿下 你真的要把黑暗之锁交给超人强 超人强是猪猪侠的死对头 他就是最好的人选 可是我们怎么把黑暗之锁交给他呢 如果直接给他 会不会让他起义心呢 嗯 你配合我演一出戏 我故意把黑暗之锁吊在地上 你假装剪刀 然后我们一唱一和 让超人强以为这是西式珍宝 他当然会感兴趣了 到时候我们就趁机把黑暗之锁塞给他 顺理成章 哦 我明白了 我先过去 你看准机会出来 是 打扫打扫 迟早有一天我会像垃圾一样 把你扫进垃圾桶里的 L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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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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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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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向前进 前进又充 eff 我要放第一 要开飞机 要电视机 要CDG 要MP3 要冰淇淋 不要开谈性 聪明勇敢有力气 我真的羡慕我自己 呼拉圈也没问题 后空翻两周在金格里 天南地北不放弃 去寻找减肥的朱古力 源头源脑源肚皮 里面是声音的真谛 让我们呼拉拉拉拉拉 高歌一曲 我要去减肥除非平起零 不再那么贵三块按毛衣 我也要人陪除非我有你 去换红玫瑰然后送给你 I just loving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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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